他小的事情跟房子這麼無關 那...他應該沒什麼事情啦 就算他今天跟著沒事... 可以遊翔那天 他看中了那個蘇聯的手錶 然後他就... 那都可以 自己買了 沒問題 沒有 都不行了 都不行了 可以遊翔 也不行... 他講的事情很無聊啦 只是說他自己愛照片啦 沒事... 前男友那種吃個飯都還好 真的 那我們就放心了 那有精神外遇OK嗎 他最近覺得哪一個男生很迷人 那你要檢討 對 我會檢討 這個也OK啦 那你就好好檢討吧 沒事啊 可以了 請回座 謝謝菁姐 沒事... 房子跟貸款都沒一點關係 對啊 沒有... 他在講說他精神外遇啊 有個男明星很迷人啊 什麼事情 他覺得不來得比他很帥啦 對 而且我建議你一定要打聽 播出的日期 他建議最好出門去偷食物 是喔 好啦 這樣子你們就懂說 夫妻其實有點知道 另一半的地雷在哪裡啊 這個要尊重啦 不要亂踩那個地雷 那個... 沈玉琳要講這件事情 其實還滿輕鬆的對不對 對 他們沒怎麼做 化解一下尷尬的喜分 賢康麗請請假好不好 來...請就位啦 沈玉琳到告白的位置去 好 放心啊 化解一下你們的尷尬 對啊 還好啦 化解一下你們的尷尬 就是沈玉琳一走出攝影棚 就會告訴郭忠祐 你真的要害什麼 每天都吃宵夜 壓力太大 對 我壓力太大了 好 麻煩芽芽要戴上耳機了 沒有...很少... 我們夫妻之間很坦白 尊夫人生氣的時候 就會離開你們家 她的方式就是離家出走 她走前會落下話說要走多久嗎 她不會 她就說 不是 她可以想 可以在外面動流多久 一般就一個星期左右 一個星期很適合 回娘家嗎 回娘家... 但娘家滿遠的 娘家在苗栗通宵 所以一回娘家我也頭大了 因為就什麼事情沒有人辦 沒有人去看店嗎 其實會滿常的 老實講 那一回娘家 那我感覺像在度假 沒有... 那她這次離家出走滿嚴重的 因為她以前是不聲不響 就走了嘛 她這次要離家出走之前 跟我講了一個狠話 她沒有講到離婚兩個字 她說我們還是不要在一起好了 你...反正你就是想像 小鐘、白韻他們那樣子 過單身把妹的生活 然後我就火大了 因為那個跟我的品格 完全是不相蹭的嘛 品格 對... 因為我不會去幹這種事情啊 是 我跟她說婚前 怎麼外面有人笑那麼大聲 對 為了聽她這破故事 要忍受她多少謊話 所以她就離家出走了 那偏偏那幾天呢 因為又陰雨綿綿 對 妳心情不好 對 冷冷的冰雨 在我臉上胡亂地拍 就請... 你不要再講鬼故事了吧 對 那我就想說一定要回來 因為那幾天就遇到 很多衰事嘛 開車找不到車位啦 錄影一夜啦 然後就什麼事情 沒有人幫我處理 那甚至煩到連製作單位 那個領錢叫我簽單 我就覺得很煩 因為以前她會幫我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就決定呢 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 我就傳了一個簡訊給她說 然後沒想到她會回傳給我說 正好我也不想陪妳錄影 妳也許可以找一個更適合的 那我覺得喔 因為那個才第二天而已喔 以前她都一個禮拜沒回來 我都還好了 對不對 那我覺得她如果一直在娘家 然後一直陷入這種負面思考的話 事情會很嚴重 搞不好我會不會回來 就是拿離婚協議書給我簽 所以我當下的重點就是 一定要把它弄回來 弄回來才能溝通嘛 在外面無法溝通嘛 那怎麼樣把它弄回來呢 第三天開始我就心生一計 我就開始呢 我就從早上開始跟她說 我發高燒了 然後... 你有用可憐兮兮的語氣嗎 因為這傳APP嘛 我發高燒了 然後她沒有反應 我說我全身又在發冷了 又沒反應 我現在又燒了 然後我現在又冷了 是瘧疾嗎 我感覺像舒適 我太瘧了 然後接著我就告訴她說 說 附近有沒有什麼好的醫院 那她都沒有回嗎 她一直到我要去醫院呢 她才開始有點反應了 對 就簡單的說 你多喝水就好了 然後我就再告訴她說 我真的要去掛急診了 對 就差不多每隔一個小時呢 就不斷地傳這樣的話給她 可是你在傳這些簡訊的同時 你到底在幹嘛 我早上就吃了... 也吃了蛋捲啊 蛋餅 然後中午就跟朋友吃大餐了 那個海鮮餐廳好 所以你一邊在享受仙火 一邊在傳這些 所以我傳這些簡訊 都不是在家裡面傳的 都是在外面 可能一口生蠔 然後傳一句簡訊 吃一隻螃蟹 再傳一句簡訊 那你有用一些沙啞的聲音 錄給她嗎 所以我很不舒服 這個時候都還沒有出聲音 可是太太知道 先生要去掛急診會很擔心耶 我覺得很內疚啦 其實因為我跟她說 掛急診的時候 差不多是晚上 晚上差不多 吃完飯九點多 十點多的時候 那從苗栗開回來台北 再快差不多都要兩個小時 是 那她幾乎是一個半小時 就趕回來了 她急死了 對 她急死了 然後因為我們家住四樓 我那時候已經回到家了 我本來還嘻嘻哈 看周青池的電影還在那邊狂笑 那好在我們家那隻狗很聰明 我們家那隻狗很厲害就是說 那個雅雅在一樓的時候 那狗就知道女主人回來 對 她聽覺很好 對 她就開始呼呼呼 就開始在門口在那邊吻了 所以我就趕快把電視關掉 然後趕快從房間搬一床棉被 然後在客廳 我就躺在沙發上躺著這樣子 然後就裝個愁眉苦臉 是 然後她一回來以後 她就瞄了我一眼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表示 那就可能還在氣嘛 就好像看我也沒死 就進房間了 然後我想說 一定要想盡辦法讓她出來 願意跟我溝通 對 那我就開始裝嘔吐 就... 你眼睛這麼爛 他...清談嘛對不對 他應該是清談啊這個 裝大我都覺得 因為覺得他... 他有聽到嗎 他有聽到 因為我們隔一道牆 好可憐喔你 那終於... 這個裝病的策略就奏效了 對 好 他就出來 他還含著眼淚喔 他說你怎麼樣 你是家裡沒有人是不是 你那個生病 是不是要我帶你去看醫生嘛 你講嘛 然後我就說算了...不用了 我一人做事一人單 你也不用管我 那反正以後怎麼樣 講這種話他會理他嗎 一人做事一人 對啊 不會啊 其實我老婆吃這一套 我老婆喜歡 你如果把自己... 講得很嚴重的話 他就會信以為真這樣 然後他眼淚就流下來了 所以他心疼你喔 對 他心疼 你幹嘛 你覺得他心疼我是很奇怪的事 他沒有先手去摸額頭 或者給你測量體溫嗎 稍微測試一下嘛 他有試圖要做這個動作啦 但是還好我閃得快 我躺在沙發上這邊槍斃嘛 他手要伸骨頭 有啊 好苦啊 對 就不... 這麼爛的眼睛他也相信 所以他回來後 就立刻氣消了嗎 還是... 然後就趁他在的時候 我就跟他溝通嘛 可是我覺得他老婆 可能知道他在裝病耶 就同情他就放他一碼是不是 就是知道他老公在跟他撒嬌啊 長得太雞了啊 對 那玉琳哥 我很好奇 你為什麼不直接殺到娘家 去找他就好了 還要那麼累呢 你為什麼不去找他 然後求他回來 他在吃生蠔啊 他沒有放過去啊 他的個性我知道啦 他有一次... 他有一次也是離家出手 去他姐妹掏家 我也是半夜開車 在門口他硬是不讓我上去啊 他需要時間來化解 只能他自己回來啦 不能你去找他 我們可以直接跟雅雅溝通 這需要 怎麼講那麼久 你在講幾件事啊 一件... 雅雅妳前一陣子生氣 有回苗栗去 然後先生有傳簡訊跟妳說 她要去掛急診了 對 就要裝可憐 對 她說要過來... 急診的時候妳相信嗎 不相信啊 她回來... 妳回來以後她在吐耶 怎麼會這樣 她在吐 她就在那邊假裝吐啊 那個... 因為她都沒有被假裝啊 偶吐物病沒有出來是不是 對啊 沒有東西啊 乾偶 所以妳也知道她沒有發燒 沒有 還說到好騙 所以妳願意回來 其實就代表妳是想要原諒她嗎 也該回來就是... 互相有個台階下就好了是不是 因為她就是願意跟我這樣 裝病的話 所以妳會不會寧願她 好好跟妳道歉而不要裝病 還是說都可以 道歉 她如果開車去苗栗... 她如果去苗栗接妳呢 如果她直接到妳媽媽家 妳娘家去 跟妳誠懇的道歉 不管她自己坐車去 打車去 妳會不會比較感動 會啊 一定會啊 你看 女生要這個啊 可是賢玉琳拉不下臉來道歉啊 因為會不會吵架 為什麼會吵架 一定是我認為我有理 她認為她有理嘛 所以在我認為 我也有幾分道理的情況之下 要我去悲公屈膝到這個程度 有時候那個心裡面那一關 要過得去才有辦法 因為這件事好像也不是 妳錯幹嘛道歉 對啊 但是我聽起來有點妙 她只要生氣 就會離家出走一個禮拜 雅雅妳一個月有多少時間在家 她一直常生氣啦 我們一年幾多氣一次而已 OK啊 其實是願意接受她這種爛眼劑 可是妳也不會上當 真的把她送到醫院去 不會 她如果真的很嚴重 她會自己打到醫院去 對 那我覺得雅雅很棒的地方 就是她也沒有拆穿她 就是妳還給她保留一個面子 我覺得雅雅要講的事情 比沈玉琳講的事情嚴重非常 是嗎 不會吧 而且我怕玉琳會生氣耶 其實我的個性跟郭師傅很像喔 你沒看我現在笑嘻嘻的喔 我氣起來也是另外一個人 另外一面吧 我會把這個推開 這個還滿容易推開 麻煩你們兩位對話好不好 厲害...